我觉得这个乔绕婷 可能有点赌徒心理 她失去的越多 执念就越重 我认为 朱虹并没有死 但由于数据不没两人资料 天阳和李梦琪才逃脱 秋年后天阳突然自首 表示刘凤军确实与自己有关 但天阳只承认处理射体 李梦琪才是直接杀人凶手 路南听完若有所思 想审问李梦琪时 才得知李梦琪失踪了 根据种种线索来看 李梦琪应该整容了 路南只能想尽办法找到李梦琪 通过染色的搅拌 李梦琪很可能是天阳老板陈曼 等路南带队去找陈曼 陈曼向收到了消息 听前撤离了 这样路南怀疑警局有内鬼 这个内鬼很可能就是 清真支队部队找吴涵 在路南审问田阳时 吴涵每次都突然出现 而且出出他路南的话 在路南追捕染孙时 吴涵故意再拖时间 怀疑路南的判断 就是害怕染孙供出自己 好在路南吸射察觉 将即究竟引出吴涵 小少田得知吴涵是内鬼 当场傻眼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